剛剛我們才開了個班 十個男生中間有個女生來幫我做示範 我便示範用口令到她潮催和高潮的方法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中馬快撲 今天我們這一集特別邀請到一個重量級人版 Chris 他是一個香港本地的Dats Club的會長 Hi 我是Chris 會名不方便說 今天請到你上來 當然要令觀眾學習 說明是中立了服務 不如會長分享一些重複的事情 通常會外發生的 我們試過有個男參加者 在Telegram看到群組知道有Sats Party 本身他是我們會的會員 問他你自己有興趣嗎 他說挺好的 然後他就代我去打賊軍情 後來他就要付700元入會費 我們沒有會費 他就付了會費 然後那個負責人就說他聽 大概服務費就是1400至2000元左右 那也算是高的了 好了 去到當日他們是半島 嘩 很高級的 是 沒錯 然後就通過短訊來往問他 然後他就說那天的服務費是2600元 那就已經多了 後來就說經理要駕按金 按金那裡有多2000元 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第一 酒店按金是有卡的 第二 就是說根本不需要參加者去付 當然他就說會適合他 就一輪的操作之後 頭尾加加賣賣是有5600元 這麼貴 很貴 是的 但是後來要再叫他加錢 他就不肯了 哦 他就走了 那他有沒有拿回那些錢 當然沒有 他說三分鐘之後群組已經關掉了 他已經被人操作了 那這些不是個別的個案 那這個Sats Club教了多少年 今年6月份是17年 那我想問一下現在是多少歲 四十家 那你也很小 可以這麼說 你二十多歲 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在處理這個 其實曾經是被騙過的 還在使用SMS 是試過兩次被騙的 只是通過一些短訊來來往 然後進入了大概1,000元 臨到那天快要動的時候 他就說他不知道在哪裡 有些數字轉不到 叫我幫他進入戶口 那就去到2,000元 後來就只有3,000多 之後場地就找到一個地方 到了若干年 是試過被灣仔警署 叫他協助調查 原來他說他抓到一個人 就是他人的記事寶上面 就有我的電話 那他打給我問我 差點很尷尬 所以他面對警員的時候 就說話了一點點 我最記得就是說 不用怕我 不過人人都有弱點 那我就告訴他 最後是有沒有判過 不知道了 我沒有再跟進了 我沒有停止打氣 希望他有 那你一開始為何會想搞這個 那時候是因為 他是參加了本地的一個 比較知名的會 我怎麼會知道你的會 現在是我一個已經分手的女朋友 他還沒拍拖之前 他問我有沒有什麼性幻想 我說Thomas's Party 後來他竟然給我找到 他在香港有一個會 是真的有這件事 而他的影片是說廣東話的 我平常看了AV的日文 他看到廣東話 有些人在耍眼雞 是赤裸來耍眼雞 再加上在船河 全船都沒有了衣服 他們覺得 嘩 很天堂的感覺 這些是AV情緒來的 但是說廣東話 還要是說這麼多年前 然後我參加了兩三次 但他們很喜歡拍照 我們不拍照 不拍片 他們拍照後 他們會放在自己的論壇 我發尾就這樣 給我們分手拍出了 我說你去了那裡玩 我說是呀 那時候我提了很多建議給那個會 安全者建議 希望他可以改善一下 但他覺得我搞事 然後踢了我出來 後來前女友就問我 你自己搞吧 我咦 自己搞 我還沒認為他很不好 他就應該發貼 招佬有男女女 有給我 然後就交給我們第一次活動 就在2007年的6月 那你有沒有跟你的前女友 沒有 三次活動 再續前緣 沒有 現在斷了一年 三次活動之後 他就將會丟給我 他自己有沒有落場 他有跟女生玩 那你有落場嗎 我有 那一年代我每次都會玩 躺腳也好 自己都想玩也好 三次之後他丟給我 那時候我也覺得 嘩 我一個人怎麼搞 而且我只是想喝牛奶而已 為何現在開龍場 你開那裡寫 當我遇到一個人 他說 咦 你寫東西可以 而且你搞的東西很特別 你有沒有想過寫書 寫書的概念 真的叮了一聲 就覺得 是呀 我真的很想出書 那就想搞一個 是值得去寫的會 那什麼會是值得去寫的 就是一個安全 保護到參加者的會 發展一路向著方針去做 但中間也有轉過目標 譬如發覺原來這個社會真的很壞 就是有些人來破處 不是他愛認得 而是可能制預不了 亦有些人說已經無性婚姻 現在看這條片的人 都可能想想自己 是否選擇了無性婚姻階線 真可憐 有子女 亦都對對方失去了性趣 那怎麼辦呢 那團火又未關 可能都要找地方去出路 所以我們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無手秘筋 不會說有任何關係的連結 都是早上運動 來個洞跑過小馬拉松 那你剛才說你們是一個很安全的 你怎樣是安全法呢 有甚麼措施 第一是參加上來外形 會比較企理 五官端正 他寫的文字 是覺得他斯文的 有風道的 不是很急識的 說話不是很粗糙的 第一 就是我一定認得 他的外形 他的身高 他的尺寸方面都大標 對女生的尺寸有沒有要求 要求有要 那就不用有 其實胸力怎樣措斜 都可以 A就是胸 喂 你們在笑甚麼 你們都說A不是胸 我覺得胸大小不是最重要 是敏感度更重要 敏感度即是怎樣 他有沒有反應 對 是不是真反應 最好就是你不要假 隔空摸下去 他要先喊 那你知道世界上的女人的演技 用在床上嗎 我們基本上是不用的 我都鼓勵他們不用的 你看真的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如果他真的沒甚麼反應 他就想在你這個魂反應 因為我們也遇過有些女士 胸是沒有反應的 胸沒有反應 像田獄一樣 然後你在猜他 甚麼都好 他沒有甚麼 為甚麼你會說到這麼好笑 好像有畫面 所以變成這樣是不吸引 我覺得如果女士有腰 就已經可以 那你怎樣試他有沒有反應 這個不是我會試的 不過 我會面見一次 以前呢 因為怕記者會入侵 因為試過有幾個會是女士在放射 又突破了裡面的情境 那我也害怕的 用這個方法就是 我擺明你 你到我見我 我就搞你了 那你作為一個記者 他不犯不著去 沒有這個險 我十年前 開始站出來接到訪問 那個風向就開始變了 就開始傳媒 是擔心給我利用 就不會是 走去放射 不用了 你過來找我 我就跟你聊 那就會變成另一件事 不會再是見面的時候 會不會去試他 可能只是去聊一聊 摸一下他那些部分 看看他有什麼感覺 他有什麼感覺 你們會覺得滿意呢 有時候會跟他口交的 他跟你口交 可能他 看看他的發言是怎樣 會不會有高潮 會不會有潮催 那些 很多都是沒試過潮催 到今時今日 分享朋友的轉述 他們都是高手 都是覺得質疑潮催 是不是真的有 覺得是特意V的技量 但我們已經在研究 怎樣去做得更好 怎樣可以插的時候潮催 怎樣手 怎樣喉 還有我們也會開班 都會給我們會中的男士去參加 如何提升他們這些方面技能 讓他們在活動中 成就感也好 快感也好 可以得到更加多 也對女士可以更加開心 大部分的男士 都是覺得自己在床上 是世界上最厲害的 他的女士的會已經很好 大部分的男士都有這個問題 大家反省一下自己有沒有這個問題 剛剛我們才開了一個班 10個男士 中間有個女士來幫我做示範 我便示範用口令到她潮催和高潮的方法 哈哈哈哈 然後 為甚麼那個情境會在我的腦部那麼奇怪 我後面走緣 在陰暗處地看著 然後我就在做一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好像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即是發生的關係的時候 大家都很into那件事 但你變得很專業 然後經常都在旁邊看著 曾經這些對白 我有訪問說過 都有給森美 在電台有說過 說你很變態 我們是吃家明 但只要逼不去吃 你竟然想想怎樣吃家明 可以吃得好吃 你多變態 我都會這樣被人形容 所以我都習慣了 因為我們鏡頭後面 也有討論 你是怎樣幫燈的朋友驗身 我都想你再說一次 每次活動洗完澡後 他們都會進去房間 我幫他們男女分開 這樣驗 逐一逐一驗 會看些甚麼 例如男士就要他們翻開包皮 如有的話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大家看這個系列 就知道我們以前 有一個女嘉賓 碰過一個有鉤子的鉤子 你說的是白色 我是見過綠色的 就是這個進程是透明白 然後黃才是綠 為何男人下面會有綠色的東西 因為他不覺得需要翻開皮來洗 所以他的長手織掉之後 他在一邊勾了東西出來 那我想問你會幫他翻開來洗 那次我叫他回去看 看完之後覺得這是甚麼 然後我叫他去洗 洗完之後回來是灰色的 很想嘔吐 因為可能他已經太久 蓋住了鎭頭 那些肉已經是變色 變了灰色 一個好像中毒的鎭頭 那從那次開始之後 我就規定以後所有人都要檢查 那發覺就說 反而知道要檢查之後 男士洗得很乾淨 是女士的問題 女士你都知道 很多沉沉激的 揭開大陰訊有時候不順 他們有時候可能會洗得不乾淨 然後呈現一些白色的泥膠狀 黏住了 那有時候我戴手套的時候 我幫他擦散他 然後讓他擦衝 所以女士有時候可能用鏡子照著 要翻開來洗 女士也要翻開來洗 對 真的 還有我們也會看他的 陰道裡面會否有損傷 會否有不正常的疼痛 怎樣看呢 就是很慢地進去 我們噴了一些膠性能體中 殺菌消毒的天然物質 噴了之後慢慢進去 進去之後 那個子宮頸位周圍轉了一個圈 出來看看他的分泌是怎樣 會否有尾 好像醫生 出來看看分泌問題 是義務性工作 你不會覺得是香艷 只會覺得健康 去玩吧 但如果有問題 我就會幫他處理 或者那天不去玩 所以是對比一般 你們私底下 家裡找SP 或者在哪裡都好 是更安全的 有沒有令你覺得 他一脫衣 或者一發生關係 嘩 戴開眼睛 那樣戴開眼睛 是CAM的戴開眼睛 試過一個 現在他已經被人妄報了 是一個略為肥胖的一位女士 我跟他談的時候 他有一個人不太禮貌 就說你方便 給他照顧看 然後給他照顧看 我看到餓 你需要肥胖 然後他罵我 你不讓我水腫了嗎 我不一定是肥 然後我說 對不起 我幫你不了 然後約一約一年後 我看到他被你做了主席 即是他女相的時候 又被人拍了 然後他的嘴臉又被人拍了 所以他現在變紅了 所以我跟他談的時候 已經過濾了一堆 所以能夠在會場出現的女士 都經常想 心理善良 有沒有會員發生後 有囚訴 也有 我立即要跟男生說 他要走去處理班 還有入場前 大家都要處理識問 你有三名人 第一就是擔心有攝影機 眼鏡是粗框的 我都要看看 這裡會不會有攝影機 第二就是 你可能會弄傷別人 耳環 人家疼你走的時候 會弄得出來 第三就是 有時可能你在街上 見到那個人 未必認得他的樣子 但認得他的手眼 認得他的耳環是多 我會知道是他 你剛才說 有那麼多安全措施 又不給帶攝影機 在外面又不給相應 會不會有些出名的人物 出名有的 但當然不方便說 很口密 我要聽 不可以的 我要保護他們 更加要保護他們 是真的很出名的 電視上的事 你會認得是他 但你未必知道他的名字 寧願不可以漢婆不能宣佈 不可以走過來拿簽名 不可以走過來問他 我們下集會做些甚麼 不可以說這些 他可能都假裝自己 你們不認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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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都想接觸 可能都想參與這個sass party 他要做些甚麼 才可以 給你密切 看看自己跟會員的距離 看看自己有甚麼程度 那個程度去到哪 其實很有趣 以前我試過不收矮的男生 我會很單一地的條件去篩選 但後來就發覺有很多例外 譬如說試過有160的男生來到 原來很行的 哪裡很行的 下面很行的 口也很行 說話也很行 這些女士很開心 入房的頻率是很連綿不斷的 那我就開始放寬了 要看整體 例如說舉例子 你J 不行的 你嘴唇行的 你嘴唇行不行的 C 行不行的 手行不行的 手行不行的 樣子會不會很帥 即那些 如果你起碼都有一番是賣點的 我就會容易一些去銷售 男女都是不是隻男的 但如果真的沒有就沒辦法了 我經常強調 我們是沒有肥、老、醜、禿的 肥甚麼原因是肥呢 女生就有腰 男士就最好有些少許肌肉 手臂 不會只有一個身肥 四個手就很幼 手臂就很幼 老了 你不要有老態 我都說如果你60歲 好像駱富城一樣 我當然收你了 但如果你二、二、三十歲 已經頭髮掉了 那就不要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幫你 醜了 很健健的 有時候男人醜 都可能是man的表現 拖就很簡單 你可以全光頭 一拳超人這樣都可以 但你不要把拔拔 或者地中海那些就不好 Oh my god 有點尷尬 一邊做的時候 一邊風中飄揚 你不要 你剛才有說 他的性能力 可能是連人不斷進入房 他可以一晚不停地 跟很多不同的女生發聲感 有兩情況 有些人是有些人 有些人是不成 他真的耐力很好 一轉才一秒入雲 看看你的做法 OK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起時間長 但他耐力夠 大部份男生都是 比較容易累一點 其實是一個方法 但女生是可以 我入完你的房間 可以再入你的房間 可以再入你的房間 你只要不要損 還有我們洗澡的時候 我們是有鹽水的 有些很濃的 河山岩鹹 讓它們噴櫃頭和蚊子柱 如果發覺有汗 就要告訴我 我看情況是甚麼事 好 來到這裡 大家是否覺得 意猶未盡呢 但也沒辦法 大家要等下一集 因為這條片的時場又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記住COS 下次見 拜拜